大家好,我是Nazu 大家好,我是Nazu 今天我終於露了樣子出來 開拍了 超開心 前幾段影片是因為沒有心理準備 所以沒有出樣子 因為拍了幾段影片之後 比較說得順一點 現在可以試一下露的樣子出來 給大家看 我重新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Nazu 我是一個一開始不懂說日文 但又跑去日本 然後一開始就住了13年的香港人 也是全日本第一的服裝專門學校的畢業生 也是一位Cosplay了10年以上的Cosplayer WOW 關於日本生活 Fashion 或者Cosplay 我都有留意和研究過 如果你對藝術幾點有興趣 又或者想了解更多的話 我以後會和大家分享你的經驗和心得 所以看完影片的你 你 你 所以看完影片之後 不要忘記按訂閱 和Like我 在這裡和大家介紹一個小知識 在日本有一個說法 就是不帶多餘的物品出街 會給人感覺 你平時在家裡已經是很整齊的感覺 所以不論 還是女 只要看到你包包裡面的情況 他們就會猜到你家裡會有多亂啊 今天就要介紹一下我平時去街的時候會用的包包 因為等下要出街去看剛剛上畫的恐怖電影 所以就可以來介紹一下我的包包 一隻兩粒 那我就介紹一下我平時出街的時候會放些什麼 打開就是這樣 讓我拿些東西出來 給你們看 這個就是我平時出街的七大法寶 首先這一個就是手機的充電器 然後呢 紙巾 Tempo我想說日本是買不到的 所以我每一次回香港 就會回香港買一大袋的Tempo回來用 還有這個就是 消毒紙巾 然後呢 就有我的錢包 這個也想說 我平時上班的時候會用一些長的錢包 在街的時候呢 我會用一些小袋的時候呢 我就會轉個小的錢包 那就不會太阻擋了 還有我的家的座室啦 那它就已經是黑到 應該不知道幾年沒有小的了 它呢其實是一個可以用來擦這個手機面 就是做乾淨的手機面的東西 但是對了 已經幾年沒有小 你看看我什麼時候 有時間去洗洗 接著還有這個 擦手液 然後呢 就是 化妝袋啦 順便看看我的化妝袋裡面 平時出外會帶什麼來補妝 我的化妝袋裡面 也是有七大神器的 1 2 3 4 5 6 7 首先呢 要介紹呢 這個呢就是 ColorCon 因為呢每一次 出外的時候呢 都怕可能 PuCon不對 所以要脫它出來吃就可以拿來換的 然後呢還有這個面油紙啦 其實一年裡面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用到幾次 因為我不是一個經常都出油的人 因為我是乾性皮膚 所以就不太出油 那呢它就已經放到變成紅色 因為我當是紅色 所以是一個脫色 放到變成紅色都還沒用完的 面油紙 然後呢就是我平時 這個其實呢 是我上班 就是每一天會用的 平價的化妝粉 化妝粉 化妝粉 因為它很小 所以我現在呢 平時如果出去補妝呢 我都會帶這個出去補 小小的就不怕去阻擋 那呢 我出外之前呢 在我家裡化妝呢 我就會先用Canel的粉底來化妝 那如果出去脫粉的時候呢 我就會用這個來補妝 因為它真的小小的很好 之後呢 還有這個呢 就是有色的護唇膏 我真的很喜歡用它 還有這個就是 唇膏 還有這個呢 就是 比如吃完東西的時候 就可以噴進口裡 那這個口就不會臭的 中文應該叫什麼呢 哈哈 暖幫人改嗎 還有這個就是 畫眼線 就是可能如果出街的時候 會脫眼線的時候就會用 這些以外的化妝粉 就不會帶出街 那就是單這幾樣的 有些人可能會說 咦 那麼多東西的時候怎麼辦呢 oh no no 今天來介紹一個 方便也有氣質的方法 就是 拿紙袋 沒錯 紙袋 紙袋除了可以放多出來的東西 它也是一個襯套服裝的小道具 我平時就會這樣拿 如果介意被人看到裡面呢 我會首先用一個袋 把東西放在袋裡 然後再把袋放在裡面 這樣就可以拿出街了 就是這樣 我拍不到全身 我拍不到全身 小袋能夠令人 將衣服襯得大方 又可以帶出女性的魅力 嘩 要成為一個被人印象整齊的日本女生 真是難 真是難 你管得我拿什麼袋 我管你想什麼 今天就到這個位置了 有機會就跟大家討論討論一下 Dewa Dewa 麥丁 來 拍了很久 為什麼現在 要上拍了電影 這個袋呢 它在我去年回香港的時候 又在香港的BBN店買的 就是要說回 因為我每年回香港都會去BBN買東西 還有我很喜歡在香港的BBN買東西 的原因 是因為我每次回去的時候 它都在減減 這個袋子 我買的時候 它好像是 綠子 然後買了多少錢 買了 大概6000多元 港幣 大概10萬 再多一點 11 12萬 忘記 我不會計 然後你可能就會覺得 嘩你買一個這麼貴的袋 不應該 我也是這樣 所以呢 其實為什麼我要買呢 就是因為 我是自己喜歡的牌子 就會坐一筆錢 補完了 我才會去買 所以我自己 就算我外出看到 一些很漂亮的袋也好 我每次都會想很久 還有 自己真的喜歡的時候才會買 不需要買一些不需要的袋回來 而且它看起來真的很可愛 因為它的點點 我這麼遠看 好像一顆草莓一樣 就是 我這些內心大叔的 一望到它都已經 忍不住要買它回來 就算了